是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而山东队这边呢 我们看到他的二船首发的是蔡亚倩 瓦尔加斯来到天津队阵中啊 这个赛季也是受到了很多球迷朋友的关注 而天津阵队另外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国手袁馨月啊 应该是会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回归到天津队中 我们看一下首先要发球的是山东队的坚硬钱静文 这名队员也是曾经入选过国家队的大名单 上来就是给四号位李盈盈 第一分先拿下 发球的是天津队今年一个年轻的服务张士奇 我们看山东队的这个跑动进攻其实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 是的 杜琪琪打了一个交叉 瓦尔加斯这个个人能力真的超强啊 是啊 瓦尔加斯他是古巴人 他首次在古巴国家队亮相的时候 只有13岁啊 也是被称为天才少女 但是他后来被古巴禁赛 然后呢他就转了国籍 目前的国籍应该是塞尔维亚 也是非常年轻啊 对 1999年 对 他现在也是只有刚满22岁 李盈盈盈eman 李克昆 李盈盈盈盈盈监 这个球是落到界外 开局之后 感觉山东队的气势 还是调动得不错的 是的 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女排联赛的外援情况 今年女排联赛 其实也是还是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在外援上 很多队伍都比较谨慎 那么目前是有四位外援的加盟 分别是上海队有两名外援 来自美国的拉尔森 和韩国的金软景 也是上海队老外援了 可以是 对 然后天津队就是瓦尔加斯 那么深圳中赛女排 是有戴安娜·博斯科维奇 这四位外援的加盟 也是会让咱们的联赛 变得更精彩一些 天津队开局 两人跨球失误 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对山东队的分析 因为山东队她一直 她的特点 跑动战术是很多的 是的 山东队也是以达成体为主 对 她目前确实是没有一个 说能力特别突出的球员 是的 我们看一下到位之后 给王媛媛 被筷子造成大树出界 处理一下 刘晓涵在四号位的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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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尔加斯在二号位防守起球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有意识的平打 给王媛媛 这是刘远寒反击进攻 刘远寒在今年的全英会上 是代表他回到他的原集 是代表辽宁队参加了全英会的比赛 是代表辽宁队参加了全英会的比赛 也是想发一个落点 这也是压一个一号位的底角 这种落点其实真的街鱼传的人非常难受 是的 有目的性 都要前驱载 华尔远寒就是打个人实力 是的 其实今年天宁队在编弓的强弓的弓手上 实力又是不强了 之前有李盈盈这点强弓非常稳定 那现在不光是有这个刘彦涵的加入 还有瓦尔加斯 这三点强弓真的都非常强 而且都很有高度 这是第二招 曹廷婷打了一个快球 这一板球曹丁丁的抢的还是很快 我感觉球其实二传是给的有点偏爱 沙东队这几年出了不少浮够 很多的队员都是 条件也是非常好 对 而且前面几年也是不断地放到其他的队伍去锻炼 机会 这个是反击中 开网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复工 漂亮 你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对 经历过打赛之后 是 到这了 现在在场上显得更从容一些 是 而且他从第一年打联赛我觉得就是 他线路打得非常的明确 他每个球的处理都是 你能明确地感受到他是有想法在里面 还有木之后 对 你看沙东队这个目前的阵容场上很多队员都是转会在别的球队打过球的 包括杜青青之前是转回到过北京 所以我都会愿意看到的 就是让更多球员能有球打 走出去引进来 我觉得这肯定是对咱们联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看一下这个球要挑战 开局之后双方的比分是一直是胶着 确实是接外球 我们看沙东队这个发球还是有针对性了 他到前去直接就破掉了天行队的跑动进攻 他前后调动 对 还非常成功的 是的 是 又是一船这边不够稳定 刘悦涵他如果站在主攻位置上 他要承担主要的一船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 从开局至今天军队几乎都是在打高球 没有机会打复攻 还是要把保障环节先稳定住 对 就是目前天津队他的最有优势的这个环节 也没有体现出来 是 其实天津队三把高球的实力 王口实力已经很强 非常感大 对 这个就是纯吃这个个人能力 是的 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嗯 其实我觉得像2加4这种外援啊 他又年轻 我觉得越随着联赛进程到后面 他可能反倒更出状态 是的 是的 有可能是第一场比赛吧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比赛的比赛 利盈勒发球 他不失误的话其实是很有冲击力的 很有攻击性 对 嗯 王源得分 这几年王源源的进步也是比较明显 是的 现在都得回了一个 嗯 那山东队在复工环节上其实并不吃亏啊 是 杨涵玉也是虽然错过了东京奥运会 但是其实也是一直陪队伍到最后出发的那一天 好遗传 很赏心悦目啊 对 他所有球球点保持特别好 是 不管这个球乱球还是到位球 强点这 这一下强得特别好 对 好发球 对 对 这 对 对 参加 对 这个防守其实不错的 默契度啊 说明还是要多磨合 非常不错 就造成大水出界 瓦尔加斯其实给咱们球迷留下印象 应该就是他在土超联赛 因为他效力的是菲尼巴切 然后之前跟朱婷也是 对轰啊 很多咱们的球迷 因为朱婷更关注这个土超联赛 也是能够关注到这名队员 来了一个交叉 交叉进攻 进攻这个线路分化 一定要分化清楚 对 你对这个应该是特别有心得 也是你的这个拿手的战术 前后的这个跑动 前交叉打的最多 对 一旦打中线 背蓝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复工是不动的 正对你 是 但其实我觉得像接应的这种前交叉 不管主攻还是接应的 对这个 一个是手上的变化 再一个身体素质还是有要求的 就是你在 因为你从一个 比如从二号位这边 跑到三号位 你的身体是面对着对面二号位的 然后你如果想要打回头这个这个线路的话 你身体要有制空的 是 才能打到 是的 好球 停打 应该是宋美丽吧 对 宋美丽这个队员就是身高也不高 是 也不是力量型 但是 宋美丽应该算山东队的老将 对 很有经验 在场上打主力的年头非常高了 就是打这种手法打技术的这样一个队员 再一个就是自己放着我才没有 以前一放着你几个都没有 发球 发球也是吃过去太多 那都是太酷了 或者是倒入球 不吃不成我现在 才能给人四方 对吧 准备困难 我说别人准备困难 那会儿要来 肯定论 对吧 来来来来 好 还是调前驱 对吧 预图很明显 对 直接两边 这个这个两个人 两个前排的进攻队员 都是被干扰了 人们都参与一传 对 看来今年联赛之前的备战 山东队在发球上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是 这个一对一给他来打的话非常轻松啊 让他来打突 开打突 好 好的 好 来 好 逐 本机还是王媛媛 王媛媛现在在前排的时候明显二传给球的次数更多 也是越来越信任她 这是前交叉的跑动进攻 到了后排应该是换上杨逸来加强一传 那就是交前驱了 好球 其实在天气队一传到位情况下 其实副攻包括他们的主攻线 副攻点还是很具有实力 对 这发球真凶 老总工这一步没包子球 其实 反倒是打了一个场势 对 落点落在低脚了 附近这两年也是进步挺大的 对 更加成熟 他也是一个主攻和接应都能打的阵 我们看今天他是站到接应的位置 然后前净文也是主攻接应都可以 是 好防守 这个球 反击中的快攻 杨涵玉打的还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不往下勒 打一个长线 比较大 这次的质量就差了一些 是 其实像这种球不在于说进网还是远网 那个球头一定要顶起来 要给攻守 调整 就是这个大范围要有 对 不要太上网 山东队在第一局中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这球捕的还是很积极的 武功 看一下天津队的反击机会 转到了前排 应该是又重新把刘彦涵换上了 还有 到底有 树 唉 呀 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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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纯是手腕拐过来的 你说宋美利有这种绝对的高度吗 其实它是没有的 但它手腕上的这一下确实非常好 特别快 这样的话25比19 山东队是率先赢下了第一局 那我们也是收视一下张磊的点评 第一局比赛 我觉得山东队应该说准备非常充分 然后步防也是非常目的性 从发球开始 就是主动在抽天津队复攻 然后有机会一攻反击 也是自己在打快速跑动进攻 天津队这边从第一局的表现来看 攻守记录状态也是非常快 但是在自身的试分上面 是做得不够理想的 主动复分达到了7分 所以说比赛还是要主动控制自身的五位十分 其实一局单局7分的失误 在女排的比赛里就是有点多了 然后在天津队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多见 所以第一局天津队的这个姿势环节 确实控制得不好 其实我们看第一局天津队的进攻上 是没有出现问题 是的 但是从开局来看 山东队一上来的这个调动和气势 我觉得显然明显是要更好一些 没有出现问题 很有目的性 好敲 漂亮 他反击的能力非常强 适应球的能力很强 大条 而且这球应该算是半开网球 对 切到小斜线四米线 一方面是他左手的优势 再就是他进攻的这个点真的很高 对 点很高 有时候扣下的球就是五解 对 真的是五解 真的是准备好了 但是还是五解 因为本身他左手的进攻球路就很强 本来对篮网来说就已经不是很适应了 无人保护的区域 太人了 对 想说kehr 高百一 不胃 对 后来 庄晨王 相当小我 看见这三辈子 看不见他 这片子 先端 看不见他 非常好 对 确实应该 因为像跟这种未免冠军的这样的队伍来打的时候 一定要放低姿态然后去冲击 位置放得很正 有效的篮起 李云莹这一点的篮网 她做的也是很充分 先加进来定服公网 就是在作为主公的篮网上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感觉巴尔加斯今天非常想把她的发球 这个信息都发出来了 好球 好球 因为自己接自己进攻 对 而且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她的弧度还可以压得很平 所以进攻是可以打平的 对 对 而且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她的弧度还可以压得很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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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对 是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形成双刃篮网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 山东队还是坚持在打快速 对 有机会还是快球这边这个点打得很快 杨涵玉现在在山东队阵中在封攻的位置上 他也能够承担起来了 是的 是 也是 越来越成熟了 对 全吃 好球 非常顽强 这个拐这一下直线非常多 对 特别反击中 来回球中拐直线特别多 是 这个 否则是有精益 好 了 这个 一个 还准备两次进攻 对 拱手没准备好 其实刚才这个球 二传直接推过来没问题 因为正好弹起来在二传手上 拱手在场上准备的稍微慢了一下 拱手可能没有意会到 没那个进攻 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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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龙指导也是在各个方面给队员去提醒 其实这一阵子 你看咱们看山东队他的问题 也没有说他哪个地方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但是就是在要下球的这个时候 他们的绝对实力上确实还是差了一些 这球要跑啊 对 我吹掉了 复工刚刚刚这个球是连着出了两个错 马上换下来了 14号 14号 郭慧珍 郭慧珍之前也是在广东队打过 表现也是不错 所以长东队真的是在中间复工位置上人非常的多 包括对包括今年在深圳队的张倩也是山东的复工 这球落地了 你看刘远涵现在他的球风转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 他越来越多的像有这些拍拍掉掉啊打落点啊 没有准备二传前排 明天羽 undertake 他们otta 你看看看看人家看一眼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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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刚才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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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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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